哭黄干瘦的小男孩被罚跪在办公室 看着校长大口大口地吃着大鱼大肉 饿了两天的他眼巴巴地看着 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校长吃肉吃得有点腻 正想加个萝卜 却不小心没夹住掉了 小男孩赶紧捡起来往嘴里塞 班主任看见了 嫌弃他不爱干净 让他不要读书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阿仲因为学习不好 老师特别不待见他 经常上课期间罚他去扫厕所 这天他去接水的时候 没注意到校长进厕所了 直接一盆水泼了进去 把校长浇了个落汤机 然后就被抓到办公室罚柜 饭也不准他吃 老师见他还捡地上的东西吃 直接让他退学回家 阿仲的爷爷知道了这事 住着拐杖来学校 请求校长网开一面 没想到校长直接说阿仲愚笨 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 还不如退学去卖冰棍有前途 还让人赶紧把爷孙俩送走 爷爷听了很不适自卫 自己的孙子虽然反应慢 也不至于像他说的那么没用 阿仲的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 出了意外去世了 母亲也丢下他跑了 就剩他和爷爷相依为命 但村子里的井水被工业化废水污染了 长期喝的人会得捂脚病 得了这种病的人 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把腿锯掉 爷爷不幸染上了 之前已经锯掉了一只脚 现在另一只也染上了 眼看着脚越发严重 看来以后连路都要走不了了 阿仲心疼爷爷 听说失目鱼可以治病 特意去挖隔离赚钱 但因为污染严重 海边已经没有野生的隔离 只能偷偷去挖别人养殖的 结果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拿着棍子对着他边打边骂 阿仲被打倒在地 疼得起都起不来 爷爷知道阿仲孝顺 也不骂他只是心疼他被打 给他敷着药膏 让他以后别去了 还拿出一个护身符给他戴上 家里可就指着阿仲传宗接代了 第二天阿仲去上学 路上看见一个得了乌脚病 锯掉双腿的孩子 十分热心地背着他去学校 但却因为这是迟到了 被老师罚去扫厕所 结果泼了校长一身水 也因此被勒令退学 但好在阿仲的妈妈回来了 事情有了转机 母亲去学校看望儿子 却发现他不在教室上课 一问才知道 儿子居然在隔壁扫厕所 看到他担心弄脏心血 赤着脚在扫地 母亲潸然泪下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儿子 要受到这种不公平对待 因为家里穷 母亲不得不丢下年幼的儿子外出打工 等到他赚了钱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阿仲也因为没营养 整个人瘦瘦巴巴的 他拿出给阿仲买的东西 还留了一打块钱 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夜里阿仲躺在床上 穿上新鞋 看着新礼物十分开心 第二天背着新书包就去上学 看着小伙伴们羡慕的样子 阿仲也十分高兴 但因为上次泼校涨水的事 学校虽然没有让他退学 但他却不能听课了 每天都要去扫厕所 正好妈妈过来看他见到了这一幕 他找到校长质问他 校长先发制人 说阿仲天资差 但劳动能力十分强 接着又说阿仲从来不交伙食费 于是阿仲妈妈递上 事先准备的礼品 强调把孩子送来这里是来读书的 不是来扫厕所的 还拿出了四个月的伙食费 让校长以后多关照阿仲 结果一向不受待见的阿仲 当天就收到了奖状 评选他为劳动飙兵 好朋友小胖想看让他把奖状拿出来看看 结果被其他坏孩子抢走了 说他妈妈穿着这么艳丽 一定是在做不好的工作 还把他的奖状撕了 小胖赶紧把奖状一张张捡起来 回去用江湖把它重新粘好 拿给阿仲爷爷看 但他们却没有开心多久 因为爷爷的病情加重了 夜里阿仲被吵醒 发现爷爷倒在门口 爬着出去要看医生 小阿仲力气不够 拽了好几下都拽不动 他只好先去找帮手 冒着大雨出去找小胖 还找来一辆板车 俩人合力把爷爷送去医院 夜深了敲了好久的门 医生才出来 终于可以让爷爷接受治疗了 医院里还有别的病人 也在受着乌脚病的苦 抱着脚在床上痛苦呻吟 一个被锯掉双脚的爷爷 告诉他别担心锯掉就不疼了 让他不哭了早点回去睡觉 小胖一直在边上陪着他 意识到如果阿仲爷爷的腿聚掉了 就不能赚钱了 阿仲提出自己可以去卖冰棍 但问题是他们没有钱 这时小胖突然有个好主意 第二天他带着阿仲先去偷了机油 然后跑去寺庙 让阿仲趁着没人去偷香油钱 用棍子粘上机油 接着伸到箱子里把粘到钱拿出来 阿仲胆子小 看到寺庙里有个凶神恶煞煞的神 被吓了一大跳跑了 小胖为了帮好兄弟 克服了这种恐惧 阿仲也拿到了启动资金 背着冰棍箱走街串巷卖冰棍 为了招揽生意 还牺牲自己给他们当马骑 但他没到的是哪群人居然这么坏 小男孩为了多卖几根冰棍 画上着大花莲免费给人当马骑 小朋友们坏得很 买了冰棍之后 故意在骑马的时候欺负他 先催着他快点往前爬 然后又故意把阿仲压倒在地 还好路过的阿姨救了他 把他从地上抱起来 看见他一嘴的血 骂了那群小孩一顿 把他带回家给他上药 阿仲的爷爷得了五脚病 双腿都被锯掉了 阿仲为了赚钱 找了个卖冰棍的活计 好不容易赚了点钱 想买施木鱼给爷爷吃 卖鱼的却说钱不够 只给了他一条便宜的狗母鱼 还催着他赶紧走 阿仲没办法只能回去 把狗母鱼熬了汤给爷爷送去 爷爷虽然嘴上嫌弃 但还是很给面子 把所有的汤都喝了 阿仲为了赚更多的钱 让小胖给自己画大花莲 还免费给人当马骑 这么欺负他 阿仲却不在意 继续走街串向吆喝 这天看到小胖家的姐姐要结婚了 他出于好奇把冰棍放在一旁的凳子上 聚精会神的看 结果那群小孩起了坏心 把冰棍偷偷拿走了 阿仲过了好久才发现冰棍不见了 他气冲冲的出去找 那群小孩躲在小巷子一边吃 一边取笑阿仲蠢 阿仲找不到冰棍非常伤心 哭着跑回了家 正好小胖过来给他送洗碟 还邀请他一起去家里吃饭 但他拿起篓子跑了出去 想多挖点隔离赚钱 但这是别人养殖的 小胖劝他别挖会被人打的 剑劝不动他 于是他也帮着一起挖 但没挖几下 养殖场的主人就来了 拿着棍子要打人 小胖赶紧跑人 还不忘提醒阿仲赶紧跑 但此时的阿仲慌了神 跑到了深海区那边 小胖健壮急忙追上去叫住他 但已经来不及了 阿仲被水淹没了 等小胖赶到的时候 阿仲没挣扎几下就沉了下去 平静的海面上 只有小胖呼叫的声音 而失去双脚的爷爷 只能独自坐在家中 等待打捞的消息 但事与愿违 第二天等到的是阿仲的葬礼 爷爷按照习俗 拿起拐杖在棺材上敲了几下 送了孙儿最后一程 失去阿仲的爷爷 彻底没了生活的希望 这是邮差送来阿仲的信 小胖赶忙过去接 看着信上阿仲的名字 不停朝远方挥着 希望阿仲也能看见 这封信是阿仲的妈妈寄来的 他已经交齐了学校的伙食费 嘱咐阿仲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另外也要照顾好爷爷 不久后他也会回来看望他们 他不知道的是 阿仲已经离世了 爷爷在失去阿仲以后 也没了活下去的期望 上次一别应该就是永别了 阿仲